大家好 我是羽燕營 來歡迎繼續我們這一小時的雙英出訪新變局 其實呢在我們剛剛聊到了 在今天馬英九他來到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 等等呢我們會帶給您一個最新的現場 他在這邊其實特別講到了 目前兩岸他認為要如何避站 因為他到了這個紀念館 他想起了過往的這一段 那他心裡頭就想了 戰爭這麼可怕 到底為什麼我們不避站 為什麼我們不尋求避站 而且呢在這個特別的時間點 也就是今天等等中午十二點半的時候 我們的總統蔡英文他即將要出訪友邦 大家很多人都忘了他要去哪裡 他其實是要去我們的友邦 瓜地馬拉還有貝里斯來出訪 但很多人想到的都是 他明天即將要在紐約這邊的 哈德遜智庫這邊來要求演講 而且呢同時也要被頒發一個獎章 但問題來了過境這麼一件事情 在剛剛呢其實這個臺辦這邊 朱鳳蓮發言人他也已經講了 他特別強調他說了 蔡英文過境不是老老實實待在機場或賓館 而是以各種明目要同美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接觸 搞美臺官方的往來強調 堅決反對 而且一定會採取措施 但是堅決回擊很多人很擔心上一次佩洛西來的時候臺灣好像被貼狗皮膏藥這樣子到處都在軍演那這一回呢 帶您來看到的是蔡英文今天起承 在我們剛剛講的他現在去的時候是過境紐約回來的時候呢則是會經過洛杉磯 洛杉磯這邊除了要去雷根圖書館來進行演說之外 重頭戲就是他會跟麥卡錫眾議院的議長來會面 在外電的部分呢很多媒體也都在關注這一回跟麥卡錫的會面有沒有可能會創造另一層的衝突 甚至比上一次是二點零版又過著在先前蔡英文他們講的協調之下這一次會好一些些 我們這小時呢要持續來討論相關話題 首先要請教的是趙春山老師 你怎麼樣來看蔡英文這一次的出訪 因為呢現在已經知道的就是有一些行程啊 比如說他們本來會前都會有一些跟媒體開始briefing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是這次被拿掉了 那會不會當中有變數 我想這個應該是在中美事先王毅跟那個那個叫美國蘇利文 他們之間通話裡面應該已經做了某種程度的安排或者是默契了 就像上次這個佩洛西來之前 那麼拜登跟那個習近平拜習他們也通話嘛 是吧 所以應該這樣 還有更重要一點我想現在因為馬榮總現在還在大陸 所以現在變成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想大陸當然他把它分開來看了 應該是分開來看 我不認為現在會 他這個反應的程度啊 會到了說造成台海危機像1996年那種狀況 因為那個時候是李總統曾經到康奈爾去做演講 其實在演講之前呢也是雙方面已經有默契了 中美有默契 只是那個時候因為這個李總統當時講話的內容呢 名字所欲藏在我心 那麼大陸方面對這個比較好像有點意見 那實際上後來我們事後來看也是一場戰爭邊緣遊戲 因為當時李總統跟大陸方面其實已經有管道 有密使 那這一次我想應該雖然也是去那麼過境 他現在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到國會去演講嘛 好像應該沒有安排到國會去演講 所以我當然認為他還是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那麼大陸方面應該不會做出 我剛剛講的不會製造另一次的這個危機 中文您剛剛講說會採取強烈的行動嘛 對 堅決措施 堅決措施 那我不認為他會嚴重到 那麼變成是危機 是 好 其實我們剛剛特別有提到嘛 在這一回馬英九到了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 他有特別提到兩岸B站這麼一件事情 我們先來看看他當時怎麼說 關於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的書籍照片 我也看了一些 但是從來沒有一次像今天這樣 有這麼大的衝擊 因為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野獸般的行為 中國人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我剛才在留言簿上寫著 歷史絕對不可以遺忘就是這個道理 我覺得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從這件事情上得到教訓 讓我們要自立自強 才不會被人清零任人宰割 身為一個中國人不管在海峽哪一邊都應該自立自強 對於來自外面的清零要勇敢的抵抗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從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裡面 就讓民眾了解這一個重要的事實 並且要採取必要的準備 但應該怎麼做才能夠永保和平 避免民眾陷入戰爭的恐懼 我的確是我的情緒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這跟看書看照片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中國這個民族呢 歷史上都有很多的災難 但是從來沒有像這一次 這個我們跟日本的作戰過程當中 受到這麼多的屈辱迫害 而且這麼長的時間呢大家都可以說沒有完全康復過來 因此一方面呢我們應該自立自強 讓我們做到不受外族入侵的能力 但是也要注意我們要保持一個非常仁愛的心 不要去侵略別人 這才是我們從這個過程當中呢得到最好的教訓 學生來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了解一些 也許我們在台灣了解不夠的部分 然後作為自己往後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參考 學主席 美媒都預言喔 兩岸可能會開打 大陸可能會無統 您認為兩岸該怎麼做才能夠遠離戰爭的危險 我覺得兩岸都應該去避戰 然後呢去謀合避免戰爭的發生 並且去嚴傷如何來避免這個戰爭 因為一旦戰爭發生沒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彌補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畫面其實是馬英九前總統 他今天來到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那在看完了展覽之後 你可以感受到他剛剛其實情緒滿激動的 有一度的哽咽 那其實呢他在看完這一系列的畫面 裡面呢有很多的圖文資料 他特別強調他認為戰爭這件事情誰都不想要 所以兩岸應該要避戰 回過頭來在今天蔡總統出訪咯 大家很擔心的是會不會有另一次 像上次佩洛西那樣大陣仗的兩岸之間 有一個說辭兵兵戰危 好明年即將要選舉2024這場選舉呢 很多人把它定調成和平跟戰爭 那我們請教鳳馨姐您怎麼樣來看 馬英九在這個時候到大陸去祭祖 然後呢參加參觀了這個南京大屠殺的博物館 強調B站 蔡英文在今天中午即將要出訪12點半 他會講什麼 我們大概可以了解大概知道 他會希望說呢我們中華民國要走出去啊 台灣要走出去等等等 您怎麼樣來看對明年選舉影響 因為雙方傳遞的訊息可能會不一樣 而中美對於馬英九對於蔡英文的反應 可能會不一樣 這背後反映的是中美角力 這件事情產生的衝擊跟影響 那我剛剛其實呢在前一段節目裡頭 有稍微的提醒就是說 三個面向來觀察兩個雙英的對比 第一個就是突破性 誰能夠在安排上面還有見到的人 然後以及這個彼此之間的規格等等的 有突破性 那馬英九出訪為什麼是 你看到國際媒體400多人這樣 不斷要去採訪他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就是第一人 就70多年來的第一人 那蔡英文的過境 你會發現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是什麼 比如說像華爾街日報 他今天早上的報導 當然是昨天的報導 我今天早上看到 他說傳遞的最重要的訊息就是 會不會再發生像去年一樣 那個繞台的這一個圍台的軍演 然後呢中國大陸會不會有過於激烈的反應 我覺得華爾街日報 他其實是在這個就是鋪一個很重要的梗 就告訴大家說 因為可能會造成中美之間的對抗更加的激烈 升高 所以要去鋪排一個 美國就不會過度的安排蔡英文的行程 這就是今天很重要的一個傳遞 這是一個暗示 這是一個可能他們媒體跟他們在操作媒體 其實美國白宮 他們操作媒體是非常細膩的 他對於哪一個媒體要做什麼樣子的訊息 然後因為我曾經看過他們的 內部的這個操作的一些基本原則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新聞的操作是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負責的媒體 不是像我們現在比如說發言人 他可能就對所有的媒體 他不是 他可能是誰跟某某某媒體比較特別的熟 那由他來負責傳遞訊息給這個媒體 當我需要這個媒體來釋放訊息的時候 就有這個媒體來釋放訊息 所以你會發現華爾街日報 然後金融時報 然後Blooper 紐約時報 甚至於福克斯 他們可能都有特定的國務院的官員 釋放訊息給他們 然後他們可能拿到的都是獨家 那因為這個華爾街日報釋放的訊息 是要告訴大家 可能會有危險 怕衝突升高 那就鋪排出Blooper今天報道 那這是Blooper的報道 我現在希望能夠如果有更進一步的證實 可以去觀察 就是王毅跟蘇利文通電話 這件事情 而且是私下通電話 而且時間點就在上個禮拜五 而發生的結果就是今天 昨天美國時間的昨天 然後突然的他們的這個亞太副國務卿康達 他的這個蔡英文的行前簡報就突然喊停了 這件事情在過去 因為台灣我們中華民國總統過境美國 這已經是幾乎每一年都會發生的事情 但很少有這一種過境前夕 然後突然簡報喊咖 所以這背後到底傳遞了什麼樣的訊息 我相信這一定是我們這一段期間 不斷不斷的會被解讀的一個重點 因為我相信背後有中美的角力存在 中美現在的情況 我們一定要小心注意的 有兩個很重要的發展 第一個就是 因為中國大陸他在成功的完成了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之間的和談之後 其實趁勝追擊 昨天習近平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王毅通電話 然後接著呢 沙烏地阿拉伯這邊就宣布是 總計大概超過1000億人民幣 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 當然有三家公司 一家其實今天早上 已經看到那家公司的股價就漲停板 第二家第三家是合資公司 那還要等待他們的宣布 那是沙烏地阿拉伯這邊的宣布 那這件事情就使得 再加上緊接著我們看到這一整個禮拜 到下一個禮拜 那就是包括了新加坡 包括了馬來西亞 然後包括了西班牙 包括了法國 還有包括了歐盟 都是領導人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所以當美國感受到他的盟友 有很高度必須要跟中國大陸交往的期待的時候 美國這個地方完全沒有交往 他可能失去盟友的心 所以他們急著要跟這個 拜登要跟習近平通電話這件事情 他會不會在蔡英文訪問我們的邦交國 然後過境美國之後出現 如果是的話 那想必跟這一次的蔡英文的行程安排 是有關係的 這是第一個角力的安排 第二個角力的安排 其實也牽涉到現在 聯準美國 這是金融上面的 經濟方面的 這當然就是我相對比較熟悉的 因為美國現在緊縮貨幣 希望能夠控制通膨 所以不斷的升息 還有包括緊縮貨幣 可是現在衍生出來的 就是他的 在銀行上面 矽谷銀行的倒閉 還有後續的這些金融風暴的 這些問題 那他要去止住這一些風暴 其實確實是需要 全世界大型經濟體的共同合作 那他怎麼可能掃掉中國大陸呢 這就是葉倫跟雷蒙多 不斷不斷強調說 他們要去中國大陸訪問 那這件事情又會不會在 蔡英文的過境之後出現 所以我不是說中國大陸多強 然後美國都需要中國大陸 而是說 現在美國確實是有一些問題 他確實跟中國大陸 必須要建立合作的一種模式 那這種模式 會不會需要用蔡英文過境 這件事情來作為交換籌碼 這是我們可以觀察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雙英比較當中 有太多其實牽涉到 中美台定位這件事情 兩岸關係在馬英九訪問 他所訴求的和平 能不能夠有一個突破 而蔡英文的訪問 在中美角力過程當中 又會做什麼樣子的安排 這當然就是我們在觀察 雙英出訪這件事情上面 很重要的觀察點 而這觀察點就會決定 台灣在中美台當中的定位 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 好其實呢 剛剛這鳳欣姐一講完之後 他有沒有覺得說 真的我們必須要觀察 這是觀察時間點 不是在四月七號就停止了 在四月七號之後 到底美中之間 他們又會如何的往來 來請教大使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其實秦剛昨天講了 他覺得現在美中關係 是低迷的狀態 那根源是什麼 根源是美國對中國的經濟脫鉤 還有科技圍堵 所以他認為現在美中關係 是一個低迷的狀態 那我們也看到了 在過去一個多月的時間以來 其實美國這邊 近乎是有三次的派他們的特使 包括商務部 包括我們前幾天看到 國務院這邊 其實都開始有他們的 比較中階高階的官員 到大陸去 那到中國去 最主要很多人都知道嗎 雷蒙多想去 葉倫想去 布林肯想去 習近平想通電話 拜登想要跟習近平通電話 但什麼時候科比講了 沒有時間點 可是他們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 就像剛剛鳳欣姐講的 真的 蔡英文的出訪 反而變成一個 美中之間較量的籌碼 您怎麼看 他基本上已經 美國已經 事實上已經很清楚了 拿蔡英文這次出訪 作為跟中國大陸交涉的一個籌碼 那麼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這個簡報臨時取消 這個一定是雙方的一個 這個外交折衷的一個結果 那問題就是說 美國從中國大陸拿到什麼承諾 對 這個一定是交換 這個不可能就是說 可以說服的 這一定要用 用這個真真實實的外交籌碼 來互換 那當然了就是說 美國我們今天 我們也要認清現實 台灣一直是美國作為 跟中國大陸交涉較量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那麼外交談判的籌碼 從來都是如此 我們不要幻想 未來更會是如此 那現在的整個國際局勢的變化很大 那麼中國大陸是把當作百年未有是大變局 我覺得最近這半年的最大的變化 中國大陸應付百年未有大變局 就是對美國採取強硬做政策 強硬態度強硬 而且政策強硬 而且劃手為攻 劃手為攻的部分 雙方的正面的交往 也就是教練 中國交往 這個較量 中國大陸已經擺明了 是硬碰硬 基本上 你如果這樣子對我 我就怎麼對你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中國大陸已經開了兩個新的戰場 一個戰場是惡物戰場 中國大陸直接插手 那是美國的局 另外一個傳統美國在這個 亞西亞中東地區的 美國的這個主導地位 中國大陸也插手 那所以就是說開了兩個新戰場 我覺得是就是說舒緩在 這個東亞 美國選擇台海作為 跟中國大陸較量的戰場 對一個戰略上的一種 一種安排 所以開了另外兩個新戰場 那另外就是說 美國自己本身 時運不計 或者說自作自壽 他把他自己的經濟搞得很糟糕 現在美國面臨最大的問題 拜登政府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整個的這個金融體系 現在岌岌可危 會不會有骨牌效應 那麼會不會進一步造成 美國這個金融體系的 進一步的怎麼樣 危機好了 可是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手上有很大的 對美國金融體系 那麼是能夠轉為為安 或者是被落井嚇死的很重要籌碼 這包括8600億美國的國債 政府的國債 另外呢 整個中國大陸手上握有的 美金的 就是說美元的現金應該是2.6兆 這是在外匯存體裡面的 美金 所以中國大陸如果說 像美國人一樣做法的話 這個時候賣你2000億的美國國債 美國整個的金融體系 那可是進入災難性的 所以 葉倫已經講了很久了 是 要去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沒有統一 那麼雷蒙多也想去中國大陸 那麼 這個布林肯也想去 對不對 最近他的這個華志強 這個 美國亞太東亞事務的副駐清 是副駐清 好不容易進入當中國大陸 可是 可是 可是他主要是在哪裡談 他這次 連北方都夠不到 他在上海 是 而且是跟上海的智庫在談 所以 這個態勢你就可以看出來 美國現在很多事情 希望 從中國大陸那邊 得到 不管是承諾也好 或者說是 一種不敵對的態度也好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要重新回過來 就打台灣牌 那蔡英文正好是一個 現手上的一個牌 那本來蔡英文是 我覺得這個民進黨 還有他們這些人在這邊 認為 跟美國人在怎麼交往 所有的決定權 台灣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怎麼講 自主的 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叫 Discretion 就是說 衡量權 可是 在 我剛剛提了 就是說在 蔡英文 過境美國這個上 美國是百分之一百 一百 百分之兩百的控制 你的蔡英文 在任何場合 你講的話 能夠傳出去的話 也要美國人 讓你傳出去 你想講什麼話 你想有什麼作為 百分之兩百的控制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呢 就蔡英文能夠 在美國做什麼 說什麼 碰到什麼人 美國也可以當作一個 跟中國大陸 談判的一個籌碼 那 美國的做法 其實談判就是 有時候你創造你自己空間 我突然過去 沒有什麼 什麼康達 這種 亞太住青的一個什麼 一個briefing 一個 以前都沒有 我今天就創造一個briefing 那中國大陸跟你談的時候 你就把他 你就把他 那我就不辦了 自己創造籌碼 自己創造籌碼 那 那美國說那你拿什麼換 那可能就說 中國大陸說好 那華志強就可以上北京嘛 就這樣子啊 外交就是這樣 赤裸裸的交換啊 那 美國玩 美國這樣玩台灣牌 不是今天開始 我告訴你 從1949年開始玩到現在 會不會繼續玩呢 繼續玩 而且玩到 而且會玩得越來越過癮 為什麼 從來 在台灣的領導人 從來沒有像蔡英文這樣子 被餘取餘求的 所以美國已經不必考慮台灣因素了 蔡英文既不會抗議 也不會要求 也不敢say no 美國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呢我是覺得 這是台灣的悲哀啦 不過這個角色 我也覺得 我們不要再聽這些政治人物在那邊 每天想什麼 這個 這個 歷史以來最好 堅若磐石 你看我又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要 我們要考慮到說 我們對 任何美國的作為 我們要付出什麼 代價 是 我們對任何人對我們的 這種提供的好意 我們要認為 我們要衡量一下 帶來的是利還是弊 要從台灣人的角度 要從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福祉 角度來考量 是 任何的外界關係 是 這個才是外交 可是呢 我覺得我們現在 居然台灣還有一個 所謂的號稱將來 要想要做領導人的這位先生 還說不能懷疑美國 這個 這個已經到了一種荒謬的地步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把話都講得很明 就是說 大家認清現實 不要 被人家騙就算了 最可悲的是 自己騙自己 現在這個民進黨 自己騙自己 還要騙台灣老百姓 這就很恐怖了